花莲县政府和花莲遇见理想的你 公教人员未婚联谊活动 在花莲县政府大礼堂登场 参与的未婚男女分别有30人 县长徐真卫也到场为大家来牵起红线 期盼透过这项活动 让参与的人都能够遇见理想的他 花莲县政府办理的111年未婚公教人员临活动 3号举办本年度第二次联谊 回览情谊理想之类的联谊活动 现在许真卫一早要前往幸福大礼堂 为60对男女如角搭起友谊的桥梁 真卫要谢谢大家 谢谢张教 无论是您如何得到这个消息 或者是您原来只是觉得 哇这两天一夜可以去理想 可以去玩 可以认识很多的朋友 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又很认真很用心的态度 一定要这个去很正式的态度去看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能在这里 交到我们的朋友 无论是你人生的伴侣 或者是让我们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认识很多不同领域的人 或许认识了不同领域的人 其实在公职人员生来的这个里面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未来可以跨足各个 公职人员这个公职人员的 公职生涯的这个范畴 我想这也是丰富不一样的人生 所以在这里真会跟大家祝福 祝福这两天一夜的这些的活动 或者认识的朋友都能够成为 无论是你的人生的伴侣 或者是事业上的伙伴 或者是丰盛你人生的贵人 接下来宣传表示 男女双方在出世的阶段 不必过于拘谨 切记由于展现自我 预备局限于一对一交友 保持开放的心态 尽可能认识数个对象 在从个别相处过程当中 神圣选出适合自己另一半 白头偕老 记得请你观察不到